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供依據市中選會公告的理由書第一點 写上2014年核四通過系統運轉測試 拼裝車謠言不攻自破 然而根據監察院上個月 糾正經濟部的核四報告 當中還有23項重大缺失 沒有改善 另一大告訴點 則是公投主文宣稱 核一 核二 核三的移控系統 都換成數位系統 核四全部採用數位 核一 核三廠是並沒有全部數位化 只有部分數位化 大部分都是類比 這個人為的新聞稿都有證實 然後他就說 核一 核一 核三都已經數位化了 核四怎麼可能找不到被評 條列指控撰告公文刊載不實 其中的馬英九回答 則是輕描淡寫 公投的主文這個部分好像有不實的 那為什麼告我呢 對他對你的票將你的話就知道 不惜告訴前總統也要改主文 因為公投倒數計時 即將發送到所有投票人手中的公報 一旦資訊有落差 就怕誤導選民意向 三列新聞 尤家瑋陳家瑋的報導